中国和印尼两国外长 90年今天在北京签署联合公布 宣布由7月8日开始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北京和瓦加达早在1950年就建交 但在1965年由于印尼军方指中国 在幕后支持印尼共党政变 双方在1967年中断外交关系 直到23年之后才恢复回 港督韦逆逊分将当年正式告别香港 卸任回国 爱丁堡广场当晚有圣诞的宽送仪式 韦逆逊抗例在宽送会结束之后 随即与国人道别 然后坐牧连夫人号去九龙坐飞机回国 韦逆逊在香港的五年多任期 正职毁御参叛 有人赞扬他任内保持良好的中英关系 有人批评他对华政策软弱 未有进一步推动香港政制民主化 2001年4月 解放军一架战机 在中国海南东南海域上空 同一架美国EP-3军用偵察机碰撞 中国战机在位 机师死亡 美方的偵察机逼降海南 中美双方 其后就交还美军偵察机的具体技术细节 达成协议 2001年今天 美国包机 将拆散的偵察机运回到美国 2008年7月 湖北、云南等多个省 受到暴雨吹袭 39万人受灾 3千多间房屋受损 在云南超通 几百个村民被困 水流急 拯救人员不能使用冲锋州 要逃步入村 救出两百多个村民 昆明就出现罕见的大暴雨 全市30个地方水浸 水深及湿 而昆明机场的跑道就迹水 百多班航机延误 2千多人滞留机场